众所周知 最近国评公布了巴黎奥运会女单名单 最终陈梦取代王曼玉 夺得女单入场券 将有机会冲击奥运会女单金牌未免 而王曼玉则是非常遗憾 只能参加团体赛 由于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周期 王曼玉的整体成绩比陈梦要出色一些 所以这一次落选之后 外界争议不断 包括有些媒体人也认为 王曼玉更应该拿到这张门票 这无疑导致陈梦遭到了不少批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自然一直期待着 陈梦和王曼玉两个人能够回应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看待国评教练组公布的这一份名单 就在日前 有国评球迷在社媒发布消息透露 陈梦在奥运会名单公布之后 一直关注着网上的一举一动 还拉黑了不少球迷引发巨大争议 就在最近有球迷在社媒 透露自己在陈梦的社交平台留言说了几句话 没想到之后却意外被删除评论拉黑 再也看不了陈梦主页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些媒体人指出 陈梦在一天之内接连拉黑多名球迷 引发巨大的关注 从陈梦的这个举动可以看到 他无疑非常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尤其这一次很多球迷质疑 陈梦不应该拿到这张入场券 更是让他他非常难受 所以陈梦通过这个举动 其实已经算是直接回应 这一次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风波问题 他显然很难接受这些球迷的恶意相向 更不可能会把这张门票给主动交出来 说实话 其实目前有些国平球迷的情绪 比较激动可以理解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 虽然每一位球迷都有自己发言的自由 但是不应该给陈梦和王曼玉 这两位国平球员造成太多的困扰 毕竟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优秀球员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 进而给陈梦他们两位球员 造成过大的压力和包袱的话 后续征战巴黎奥运会一旦出现问题 成绩糟糕 其实对于国平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当然对于陈梦来说 也不必太过在意网上的这些恶评 毕竟人红是非多 尤其最近几年 国平被一些饭圈陋席侵袭 不管是陈梦还是樊振东这些球员 都曾受到很多的攻击 如果接下来想要更加专注备战奥运会的话 建议陈梦还是少一些接触社交平台 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否则听了太多这些不好的声音 对于陈梦接下来的作战 恐怕没有半点好处 到时候 如果成绩出现一些波动 估计会面临着更多的批评 一个国平球员想要证明自己 最好的办法 还是用成绩说话 对于陈梦接下来的 对于陈梦接下来的